自己好不容易想休息的時候 他就看著你說 好棒 那時候每次你說趕快 結果都沒有很快 他就說 你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先滿足他再說 對 要先掏空 免得你知道嗎 出去跟我亂來對不對 比較難開口的就是 我覺得我雖然看起來很open 但是我還是 也是面對老公的時候 也是覺得夫妻 你還是要有一些 尹盡的義務嘛 跟責任這樣 然後就是 自己很想要的時候 也不好講 不想要的時候也不好講 你根本就是很累 想要放鬆一下的時候 他就 眼睛這樣子水汪汪看起來 然後心裡就說 好可怕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 可能小孩子很晚睡啊 或什麼搞不好 搞了一天 自己好不容易想休息的時候 他就看著你說 好棒 然後就想說天啊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暗示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明天七點的外景 然後他就說 所以趕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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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好快的結合 好快的結合 這樣子 所以趕快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每次你說趕快 結果都沒有很快 他就說 你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聽不懂啊 聽不懂 沒有關係 譬如說出差 有時候去大陸五天 他有時候要去美國 可能兩個禮拜 真的要出差前的時候 我們做妻子的 你知道心裡會有一點防衛的 他會想說 先滿足他再說 對 要先掏空 免得你知道嗎 出去跟我亂來 對不對 可是 可是你都想 你都在暗示他 說 你要出去那麼久了 出去那麼久了 這兩天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好 我行李還沒收耶 然後我心裡想說 好吧 那你前一晚 你就讓你先收好了 然後我想說 隔天呢 它是中午左右的飛機 然後中 一早 對 一早可以 早上應該 因為精力又很充沛 精力旺盛的時候 而且坐飛機前一刻 對 清光 剛剛好 對 就後來呢 沒想到 沒想到我還在那邊 然後清添起來刷牙洗臉了 想說 差不多了 自己在被窩裡面已經知道 Ready 衣服也差不多推了 差不多 然後被子蓋在這邊 然後想說 洗完 刷完牙 差不多要進房間了 就再一聽 怎麼鐵門這樣 砰 出來了 出來了 已經蓋了 連隔板起床都沒有 對啊 怎麼出來了 買早餐嗎 你應該十二點多的飛機 他九點要出門 時間 真的耶 他十二點多的飛機 他是不是九點要出門 對 對啊 他好像要訂六點 本來還在想說 奇怪應該也會進來說 我要出去囉 要出差囉 兩個禮拜才回來 對啊 你看他走得多迫不知 他會再走 他想離開我 對 那醫師 醫師 你們家會 會有什麼 不好齊齒的事情嗎 就點海鮮 不要補心啊 補心之類的東西 就是你一直點海鮮的時候 他就要準備好了 對 就是 點海鮮的時候就知道了 等會兒他好努力 他到底怎麼知道 會啊 就是久了就知道了 就 點海鮮 就是狗狗 就 男人跟狗狗 對 男人跟狗狗 那個是 好壯壯食品 好壯壯食品 多補充點 對 或者是就是 譬如說我平時都很兇 那一天就變得特別溫柔 然後態度非常 他就兩極化改變 他就知道了 就是一種暗示 對 就暗示 有一方不盡性的話 通常要怎麼辦 剛生完小孩的時候 你自己就知道 你跟 你跟 沒生小孩前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又不想要聽到 好像不一樣 所以我們都會找老公去確認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你覺得跟生小孩前有不一樣嗎 但是我覺得我老公還沒到 白目到那種程度 所以我老公都說我覺得沒差啊 我覺得跟以前是一樣的啊 我覺得這回答很貼心 可是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 自己也知道 因為你常常忙了半天 忙了一晚上都是白忙的 你就 你自己的部分啦 你就是白忙 你就會覺得 哇好空虛喔 好空虛 你自己都會有那樣的感覺 所以其實 還是會有 剛生完小孩 還是會有那個過程 那那個過程要多久 你覺得找回你的感覺 我覺得需要用一些輔助的產品 或者是女生的保養來 而且你還有做瑜伽 對 我覺得女生需要有一些保養 因為通常我們要維持我們的年輕 我們都會去顧我們的臉嘛 要除皺 要水嫩 要怎麼樣 可是你知道在女生 其實有另外一張 比你們看得到的臉 更重要的皮膚 和更重要的臉 然後那也是 女生快樂的泉源 要找到讓 黑木耳 變成 白木耳 其實女生 年紀越大 問題越多 就容易 而且你常穿牛仔褲 它的顏色也會變暗沉 對 那所以我們女生 自己都要保養 所以那緊實凝膠 它就在外觀上 它有保養的作用 所以你擦了之後 它的顏色會變得很粉嫩 然後呢 也會水潤水潤 膨彈膨彈的 而且這一罐它的用量非常地省 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的質感看起來 也就非常保濕 只要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就好了 淋點 然後呢 你就把它擦在你的 另外一張臉上 你的私密部位 你就把它輕輕地塗上去 而且你會發現 它非常地好吸收 它不黏膩 非常地清爽 而且很濕潤 很好推開 對 然後你知道它的效果 就是三分鐘之後 就是在你做功課前 然後三分鐘之後 首先你自己就會感覺到 你自己 你體感 你自己就會覺得 哇 它膨起來了 很像那白木耳放在水裡泡 它就發起來 發起來 發起來 有沒有 然後呢 你的老公也會感覺得到 然後你們之間就 剛才說 合適對不對 對 就非常地合適 你就會覺得 哇 你跟你的老公 緊密相連 你真的很有感耶 很有感 而且你會找到 你跟你老公在談戀愛 那種 抽電的感覺 到你剛剛開始談戀愛 那種緊密不分開的感覺 對 感覺好像沒有伸過一樣 沒有 感覺像是少女一樣 那 每次都可以擦嗎 當然 如果你想要 你知道它多方便 這個你可以放在家裡用 然後呢 如果你們要出去旅行 或者是 如果家裡有小孩子 你們想要出去快樂一下 譬如說飯店 或什麼的 就是隨身妝 所以這個可以放在家裡用 它可以放在化妝包裡面 外出用 隨時保養 隨時享受快樂的感覺 然後我還會自己順便做一些按摩 對 讓它更好吸收 對 這其實也是愛自己的方法之一 對 然後你就會恢復成 含苞待放 對 膠炎欲滴 對 欲滴的感覺 等人來摘你 然後碰到老公 嗯嗯 怎麼樣 我們摸著我們良心說 你到底對你的心情會滿足嗎 我覺得我們都不要害羞去 談論這個事情 這很簡單 那你說啊 我覺得 這怎麼先說 怎麼樣啊 滿不滿足是不是 不是我看到那個數字啊 平均每年八十次對不對 對 這樣算起來一個月是幾次啊 一個月要 五十次 七次 一個月要七次耶 就是一個禮拜要兩次耶 對 那說實在的 那我要講實話 我也沒達到啊 我們結婚十幾年的 真的好累喔 如果說你的性生活 的確是感到不滿足的話 原因可能會是什麼 好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原因 有可能是 次數太少 或速度太快 速度太快這個喔 在台灣這個社會 是 大家必須重視的 因為有一個 有一個研究統計 有三分之一的男性 會有速度太快的這個問題 大家都不相信 真的有三分之一的男性 快槍匣 會有速度太快 請問一下 速度快是幾分鐘是快 現在定義速度快是 三分鐘 就是當 這個進到陰道之後 三分鐘之內就 就 就結束了 這種稱之為 就是太過敏感早洩 那真的很快 在臨床的定義上是這樣子 那有三分之一的男性 有這個問題 可是只有四分之一的男性 會有去看診 會想要尋求醫生的幫助 而且你要確定說 你先生是因為 有些可能老公是心理的因素 有 我們就遇過 他最主要是 他就是會擔心女生不開心 他心裡就會一直有壓抑 別讓老婆不開心 對 他一直有壓抑 他會覺得要讓女生快樂 才是好 那我們當然覺得 這男生很紳士這樣 當然這個姊妹他就告訴我說 其實我一點都不開心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太快了 到還沒有享受的時候 就不見了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姊妹她常會聊 私下聊這個問題 所以她就跟我說 所以她的另外一半 一夜可以八次 聽起來我就 哇塞 你好厲害 一夜八次 她說 可是呢 每次大概就是一兩分鐘 我說那這樣好嗎 對 那這樣好好睡 她應該是獅子的 獅子做的 三分鐘對一般女生來講 都覺得太快了吧 還沒享受到 對 還沒有前戲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那三分鐘 應該是不包括前戲 不包括 就是 你前戲都三分鐘 我剛才講 她是進到陰道之後 是 開始算三分鐘之內 算早洩 那一般正常男性 大概五分鐘到六分鐘 平均起來 就這樣重複動作 大概五到六分鐘 就是她們認真做的話 對 這樣是合理的時間 認真五六分鐘 那加前戲 加應該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差不多 可以接受的範圍 是